看到可疑车辆袁警上前盘查问了好久 支援警警都来了只下一秒 驾驶竟然开车冲撞 直接撞到民众车辆 两名袁警被夹击 这时眼看车要跑了 袁警赶紧开枪阻挡 但这车不顾危险还是继续跑 留下傻眼的民众和警察 当时袁警想要拦查就敲车窗 不过是你嫌犯的怎么样车窗就不开 突然间冲撞袁警 袁警对他开了一枪 当天是这个月23号凌晨两点多 台北市警方正在进行热点盘查 突然看到这台车没想到驾驶拒检 袁警追捕情急之下连开一枪 仔细看冲撞当下 嫌犯车旁边还有民众车辆 两名警察被夹击 差点就被撵到 现场惊险完分 嫌犯车子被开枪之后 一路开车从西区逃到了东区 最后是来到了新医区的公车站 汽车逃逸 事后袁警追捕发现 他从拒检一路开车 从西往东走 最后在新医区汽车逃逸 总共追捕4.7公里 开枪现场是台北市热区 就算凌晨也是非常多人吃小夜 当下许多民众都目击这一幕 事后了解这驾驶是一名通气犯 撞人后至今还在逃 目前警方还在追气中 但这冲撞已经让自己最佳一等 谢谢陈家人 现在台北采访不到 谢谢陈家人